全民新攻略 歡迎三大戰隊 來 介紹第一組 創作才子的三寶爸 陳惠軒帶著大馬的西舊歌手 劉文翰 歡迎兩位 第二組是夫妻檔 演藝全能的夫妻檔 毛燒谷 林仔薇 歡迎兩位 歡迎 第三組是美聲唱將 和靈魂歌姬的組合 江明娟 楊蒨時 歡迎兩位 今天陳惠軒聽說有 有單曲嗎 對 其實是我二十週年的這個 音樂會的 直播的版本 是 然後我在八月十二號發行 垂死邊緣 再任性一把 這是我去年發的專輯 但是沒有來到宣傳 但是還是一樣 跟大家說我去年有發的專輯 然後這個是我的演唱會的 這個版本 直播的版本 希望大家要喜歡 有機會可以在線上 來感受一下 垂死邊緣再任性一把 陳惠軒都出道二十年了 從一個創作人開始 恭喜 非常棒 我們現在誰來決定我們的答題順序 好不好 吸金大王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歌手收入榜的統計 誰是最吸金的歌手 請各派一位代表往前再一步 我是你 準備請猜拳 剪刀石頭布 剪刀手布 剪刀手布 很好 黃少古往後退 對 那件事跟你沒關係 那我也想 我自己也在想這 剪刀石頭 剪刀手布 妳贏 有選項 有選項嗎對不對 有選項 有選項 好 選項一 周杰倫 選項二 孝敬騰 選項三誰 蔡依林 選項 你先選 第一名的話 我選 他 我們沒得選 孝敬騰 那我選 周杰倫 選得好 周杰倫 對 沒問題 蔡依林就交給我們了 YES 決定 答案是 周杰倫 恭喜 周杰倫 四點 四點六億 超粗耶 如果要照你們說的話 最大的錄影如果算到下半年的話 今年可怕了吧 對啊 真的 上半年四點六億 蕭依林是一點七 蔡依林八千 Ella四千 一比兩千 還好我們做的是歌手的 這傑倫 你們有 你們自己做音樂的 會在乎說 今年誰最吸睛嗎 不要在乎自己 有沒有吃飽 好心酸喔 因為他小孩太多了 要太多音樂 我有點鼻酸了 可以不要再講我 我又要不要過來幫你 成立一個愛心專戶 送炭給威全 好啦 楊建石 江明君 你們就答對了 厲害 你們決定大家的答題順序 誰坐第一個位子 我們自己 來 誰坐第二呢 威全他們好了 好 一 二 三 是吧 好的 請各位 今天有機會賽 請各位 大家好 我是米菸 圓蔡昌華 今天我們到我們的機會 祕密賽制 提醒大家在機會賽 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機會區 努力成為大體英雄 而在祕密區決定我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 藝術贏家請開夢幻大門 這次當中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括了萬表 鋼筆禮盒 還有旅行住宿券 還有電動輔助自行車 而十萬大獎的部分呢 是英倫復古飲料櫃 二十萬大獎 則是御手溫感大師按摩椅 希望大家今天有機會 能夠幫我們的獎品帶回家 佳明君首先接受挑戰 第一回合 第一題請主題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這也會當提摩 這 可能覺得應該我不夠聰明 可能製作單位希望我們 想要是第一題可以過一下 他搞不好想說 如果你想要反邏輯的話 你就故意學開始 對啊 對不對 正常邏輯應該是B啊 這個邏輯不會選那個 請揭曉 這好像沒什麼好高興的 對 有時候大家為了這區這樣的美觀 所以會把廚師機呢 在開廚師的時候 還是放在家庭的角落 可是注意囉 因為當這個廚師機 放在牆角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在廚師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一直有熱氣 那就會蓄積在那裡 所以其實對於廚師機的本身 或廚師的效果 其實都沒有這麼的好 因此呢 建議大家最好的方式 是把它放在房間的正中央 同時呢 你家裡頭的衣櫃啊 一些比較容易發霉的 這些櫃體啊 都應該把它打開 但是窗戶一定要關著 因為呢 如果你把窗戶打開的話 那這個室外的濕氣 就會一直在循環流進你的室內 因為永遠都出不完了 好啦 楊蒨時換你囉 一百到一萬 她是無法提示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方向錯誤 可惜 一百元 繼續答題 請出下一題 漂亮 好 搖滾音樂 你的意思是說 植物也怕草對不對 應該是 大自然長大的 她在大自然長大的 她在大自然長大的 大自然很安靜 嗯 是不是搖滾音樂 請揭曉 好 你看些植物聽音樂 但是他們喜歡聽的是 古典音樂 因為他們呢 這個美國做過的研究喔 當你在家裡頭放 古典音樂的時候啊 很深思的是 植物呢 它居然會朝著喇叭的方向 去生長 代表他很愛聽 但是他們非常不喜歡聽 搖滾音樂 因為呢 如果搖滾音樂還特別唱那種 什麼黑死槍的話 他真的會死給你看 他會一直很努力的 往反方向生長 而且越來越奄奄一息喔 這是中國林間故事 台灣靈異事件 楊介石準備 一百到一萬 這一次的一萬 放在一個 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無法提示在哪裡 邏輯正確 但是選到二哥 有點可惜 還不錯 二哥 二哥 五千元 只要明娟繼續 好的 請出下題 台灣網路調查指出 請問父母在照顧孩子時 覺得遇到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A 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B 與家人的觀念衝突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這邊有小孩的有 只有黃燒鼓嗎 他也有 也有 他三寶爸對不對 對 你們會選A嗎 我會選B 我也選B 唉唷 江明娟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才會有起衝突 如果情緒控制好 就不會起衝突 就是先控制好 對 控管情緒是一切衝突的起源 但大部分人都不會知道 自己情緒的問題 兩個爸爸 跟你選擇的不一樣 兩個當爸爸的人 好 這個我們答錯 請請 對 剛剛他們發過一項調查 就發現 其實這個父母之間 最感到無力感的事情 就是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的情緒 同時也不了解 這麼去處理孩子的情緒 所以情緒的問題 影響得最大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通常教養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 專業意見 還有看一些書籍 但是大部分的父母 他們在學習 所以該如何做一個爸媽 以及教養孩子的方式 多半是從朋友那裡聽來 或者是網絡上面的資訊 楊建石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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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立白到一萬不能提示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方向錯誤 可惜 三千一個 還不錯 還不錯 OK 請出下一題 抓抽儀式並非台灣獨有的文化 請問在日本的抓抽習俗當中 會讓寶寶怎麼進行呢 抓名牌決定小名 要背著一生的名 答案是A 鎖定 選項怎麼會有背著一生的米啊 一生的米應該是一公斤啊 一生 一生 我之前有去參加一個朋友的抓抽 他真的讓他的小孩 背一生的米 就是代表一歲之後 你要背著米 然後走過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小孩子沒有辦法完成 走不完 太重 太重了 所以他們有一個替代 就是有一個娃娃背在後面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B 對 這是我真的親眼看到的 對 妳剛才已經錯過一次了 其中了一些佐證 還有想法 都是錯的 沒關係 這是我親眼看到 我太太也有看到 是他的朋友 這倒是真的 對 妳是認為他不可能背米 所以選這個嗎 因為我覺得一生米 好像它是一公斤嗎 我覺得它太重了 一生 超過 對啊 一生是1.5公斤 對 我覺得小孩子背不動 對 這樣換算 所以留下一個是確定 對啊 計 計較 還好耶 我好怕 如果這件事情是假的 我要去那個 溫泉旅館跟他說你們騙人 好 那其實呢 在這個世界各地都有抓舟的習俗 但是不太一樣 現在在東非的巴珠恩族呢 他們是會讓小孩在出生七天之後 不能地來進行抓舟 他們在樹葉上寫很多的名字 然後讓小孩自由地抓取 就決定他的名字要叫什麼 那倒是日本他們的抓舟習俗 則是讓孩子身上要背一生的糯米 那大概就是1.5公斤重 那代表是呢 他自己背這個米 就可以讓他一輩子都衣食無憂 不過我們也一直在討論到說 小朋友有辦法背那麼重的東西嗎 所以有些小孩子可能 啪啪啪啪到一半 他就會折返回去 找爸爸媽媽媽求助 就代表這個孩子很廉家 長大之後呢 要找工作或出去外地 都不會離家太遠 答題全轉移了 陳薇全準備 請出題 這兩個都還滿重要的 B 鎖定 想太久了 我覺得這兩個都滿重要的 兩個都滿重要的 但我覺得複雜應該是比較重要 讓人家猜不到 要不然其實密碼不難猜耶 記者數的長密碼也可以1 1 很多個1也是長啊 複雜度可能好 對啊 有大寫 小寫數字 對不對 對 英文數字穿插在裡面 現在有一些加密貨幣是 有十二個單字 然後你要依序把它排列出來 然後輸入進去 可是你不能把那一些單字 放在網路上 因為駭客會知道 所以你要手寫下來 把它放在保險櫃裡面 這樣子去確保你的 虛擬貨幣是安全的 對 現在的網路很恐怖 組織於複雜度 是不是FBI的建議 請介紹 好 所以是 是要吵 好 在這支密碼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人會用一些 完全毫無意義的亂碼 然後去設置密碼 就覺得說 應該比較難被破解 但是事實上 只要他們有心 這些駭客 他可以是用寫各種的組合 去嘗試 但是你想 當你把這個密碼 設置得越長 它的這個組合數 就會變得更複雜更多 所以縱使它要用程式來破解 也要花更多的時間 因此 這些長短才是重點 那你可以用一些很長 那是好幾個單字的結合 可能這個單字它本身 不一定是一個句子 但是呢 至少你比較好記 那這樣子呢 你自己也好寫 那同時駭客也更難 去用這麼多的組合去破解它 哪裡先轉 黃少姑準備 請主題 以色列研究發現 會因不幸福的男人容易斷命 請問又以哪一個歲數的男性 死亡的風險比較高 A 45歲 B 55歲 我的答案是B 水利 我覺得 因為45 55的話 其實這個十年的差距 我覺得差距不大 但是如果說以死亡風險的話 我就覺得說 那我選一個年長一點的 我覺得可能這個風險 因為年紀 所以它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對 因為我覺得45歲 雖然說 有這個可能 可是歲數 可能死亡機率風險 不是 不是越老 死亡的機率越高嘛 可是30 30歲到50歲的男人 在拚事業跟家庭 對 是蠟燭多頭燒的時候 好吧 我覺得 我反而會猜45 那如果說是這樣 就是說45歲 40 像我現在40 到40到50歲 是我覺得 我要拚命的時候 所以我把 我把我的這個時候 就是 生子搞壞了 拖了5年 我55歲就掛了 你懂我意思 就往後拖 你還是希望55歲死 不喜歡45歲死 對啊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那我太難選了啦 這個太難選了 自己介紹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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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的這個研究 它其實意思是 當這個男人呢 他會因不幸福的時候 他大概在中年的時期 會受到這個不幸福 造成的身心上面的影響 會是最嚴重的 因為如果已經超過了 65歲之後呢 大家都大概到了 一個平均的歲數 會出現一些疾病的狀態 也都差不多 那時候本來在45歲的時候 應該還是正直壯年 但是倘若 如果你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 婚姻都不太幸福 這樣你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你當然就會容易有一些 血血管疾病啊 中風啊的可能性 就會慢慢地浮現 可惜了 過戰不停 佳明娟又回來了 不好意思啊 沒有啦 你等太久就回來了 不好意思 差不多答不了幾題 你好好表現 我今天是你的精神代表作 我努力 可以的 來喔 請注定 EBBC報導 兒童食物過敏的症狀 逐年攀升 請問哪一種方式 容易會增加幼童食物過敏的機率 A 皮膚接觸到過敏原 比經常吃加工食品 我覺得是 A A 手力 幼童食物過敏的機率 就是因為他皮膚接觸的過敏原 但是我認識所有的過敏都是 都是接觸很多 接觸的過敏 對 就像我 塵蠻過敏 是塵蠻養貓或者是髒亂這些 還有或者是空氣太潮濕 OK 或是花粉 那都是直接接觸 OK 但我覺得經常吃加工食品 可能就是身體上的 可是他講的是幼童過敏的部分 特別講的是幼童的食物 食物 食物 對 對喔 我沒有看到食物 請 妳看 好厲害喔 好 在月工業化的國家呢 兒童過敏的情況 越加的嚴重喔 包含了呢 會容易對牛奶啊 花生啊 芝麻啊 小麥啊 這些東西都容易會過敏 那既然是食物過敏 怎麼會反而是從皮膚感染的 這個狀況比較多呢 因為他們就發現 當這個爸爸媽媽的手上的 可能沾染一些灰塵 或者是花生醬 然後呢 你用這些容易會造成 孩童過敏的食物去 接觸到他們的皮膚的時候呢 更容易會引發過敏反應 而且不僅是這些食物喔 包含了呢 我們的這空氣當中 二手煙啊 或者是呢 這些汽車造成的污染啊 糞塵啊 也容易會造成 耳童的過敏現象 楊見識 加油 一百到一萬 如法計時 請選擇 邏輯正確 結果更正確 恭喜一萬元 恭喜 恭喜 厲害 恭喜 繼續加油 佳明娟 好 請出下一題 國外保險網站 曾經針對2021年 美國車款來進行分析 請問哪一種車款 最容易火燒車 A 電動車 B 油電車 B 鎖定 怎麼會是B呢 你有在開車嗎 我有在開車啊 先不講林志穎那個事情啊 就有在實驗證明 電動車為什麼容易起火 是離電池 對 是離電池 離電池 對 是離電池 你猜又有油 所以就會起火對不對 不是 是因為我覺得電歸電 然後它油 又有電又有油 而且我覺得 就像前陣子 我有看新聞 是發生很多這個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有電車啦 因為電動車在出來的時候 搞不好還要對 電動車在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應該有經過 檢驗或什麼 不然現在不會越出越多 所以應該有一定的安全性 是吧 對 起雞腳 太誇張了吧 對 好厲害 跟我們來說 這個汽油車會起火的原因呢 都是因為燃油外洩 可是你知道嗎 一旦這個油電車或電動車起火 非常難撲滅 它要耗的這個水呢 是一般的這個燃油車的五倍之多 甚至之前阿邁做了一個實驗 如果你要把一個電動車的火 完全撲滅的話 要花到1.7萬公升的水 那它是要用超大量的水 去把整個車子都泡在水裡 把它所有的零件都降溫 才有辦法把它慢慢地撲滅 主要的原因是裡面的鋰電池 它真的非常難去撲滅它的這個火事 所以其實反而油電車 或者電動車 一旦起火燃燒 是要應該要想辦法先 根據它的空氣 可能用這個滅火毯去蓋著它 什麼之類的會比較有效 現實 加油 加油 命運獎金數100到1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邏輯正確 結果更正確 恭喜1萬元 太厲害 厲害... 貧富累積才能 現在開始平均學術了 好 各位 貧富差距終於出現了 你們後面兩個爸爸加油 你們 終於感覺到M型社會的樣子 38秒 好 至少兩題 最少 請就下一題 太陽光線會影響到 貓星人的睡眠 請問哪一個時間點 貓咪會比較活躍 A 清晨 B 半夜 B 半夜 所以 妳有養貓嗎 我養八隻 八隻 八隻 對啊 我開了一家早午餐 其實都在做一些中途的 流浪的 我店裡會放中途貓 好棒喔 然後讓大家領養 喜歡就可以領養 我會做一些訪問 真的喔 我大概送養了十幾二十隻 對 但是我開早午餐 讓大家看得到牠們 都是浪浪貓這樣子 對 那妳覺得那些浪浪貓 都是半夜特別活躍 對啊 牠們 牠們就會半夜起來在那邊吵 吵 像開運動會 對 可我捨不得關 所以我就讓牠們吵了 我都是這樣 是不是半夜 請這種 整天的東天 可是牠們都半夜吵我耶 很多人都以為 那貓咪是夜行性動物 事實上牠是 成婚型動物 或者是你可以說牠是 昏塵型動物也不為過 因為牠一天當中呢 大概會有十六個小時 都在睡覺 主要的原因 是牠們習慣狩獵 所以當你是狩獵本能的 動物的話呢 你就要保留非常多的體力 所以在這個 非狩獵的期間 就會努力地休息 而對牠們來講 當這個天光 是比較昏暗的時候 也會讓牠們更加地有精神 因此呢 反而是在清晨 跟這個黃昏的時候呢 會是牠們最活躍的階段 可能我家的貓不用狩獵吧 所以牠就很有精神 都在半夜玩 我覺得這就是 二十五秒搞一下吧 陳蕭璇 好 能搞到兩題你就厲害了 因為你們都沒有開張 很尷尬 你知道 你們兩個 有一點尷尬 輸給一個兩個 輸給江明娟 我... 這滿Oh my God的你們 Oh my God 好 來 準備 進入下一題 今天主堂會煩惱 停在戶外的 黑色機車坐墊非常的燙 請問這個椅墊 多為黑色的原因是什麼 A 省去皮革上色的成本 B 不容易褪色 B B 鎖定 省去皮革上色成本 你怎麼會 你會選B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 其實有點太趕 就是二選一就選了B 不一樣 你覺得你的運氣會像江明娟這麼好 我覺得好像不錯 我真的... 省去皮革上色成本 這應該不是吧 要吞色什麼顏色都會吞掉啊 因為機車常曬啊 可是我滿少看到桌墊 有褪色的那個 是喔 很少褪 如果是黑色的話 很少看到 除非被割了 皮革上色的成本 皮革本來也 原始色也不是黑色啊 對啊 那也是 那顏色也是上去的 對 對不對 對啊 來 起雞腳 YES 太髒了 好 我們現在看到機車坐墊 多半都是深色的 要不是黑色 要不是就是棕色 而且他們都是一體成型的 這樣的一個壓模 做好的一個機車坐墊 其實在非常非常的早期呢 它曾經是有縫線去縫的 或者它有一些彩色 比較繽紛的色系在上面 可是後來他們就發現 當你用這些有顏色 比較顏色的坐墊的時候 它反而不僅容易會吞色 而且在大太陽底下 它還會產生黏性 所以你在這個座墊上面 會更不舒服 雖然深色系容易吸熱 但至少比較不會有 這一些問題 加油喔 好 一百到一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為什麼會選五號 憑感覺 恭喜一萬元 很開心 讚 讚 讚 夏明娟看到沒有 你忙了半天兩萬八 應該一提就一萬 沒關係 沒關係 OK的 三組獎金 目前除了黃紹虎跟采輝 這個夫妻檔 目前還在淡薄名利 這是淡薄名利 淡薄名利 總結成為選擇劉文翰 拿到了剛剛最後的難得的一萬 夏明娟跟楊建實 兩萬八天一百元 暫時領先 加油 第二回合 兩分鐘 要不要換人 要 來 換 彩薇 你還沒答得到耶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我覺得輩子可能都拿不到 答題拳還在 陳暉全跟劉文翰這一組 好 劉文翰準備好喔 OK 全民星空略 模範生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兩分鐘準備到處 請出題 美國兒科學曾針對育兒模式的改變 提出建議 請問下列哪一種育嬰的方式是正確的 A 趴在大人的肚子上玩 B 習慣使用寶寶監視器 我覺得答案是A 準備 為何 我覺得 跟小孩互動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如果用監視器和 有一個大人在他身邊的那個的 感覺 感受有溫度會不一樣 我覺得A吧 多好的一個孩子 講得真好 你準備要當爸爸了對不對 先娶老婆 現在有對象沒有 現在有對象沒有 還沒 還沒 這神明星幫你介紹 他認識很多 我嗎 對 他 講得非常合理 介意介紹 今天這裡有點小陷阱啦 就是對於寶寶來講 最好 讓他們睡覺的方式 就是養我 最好是不要讓他趴著 因為趴著都會增加 猝死的機率 但是如果是在大人的肚子上面 當然還好 因為爸爸媽媽 隨時都能夠監控孩子的狀況 比起過度的依賴 這一些嬰兒的監視器 還是要時時看到最安心 那對於寶寶來講 對孩子來講呢 通常是讓他最好 是躺在這種很簡單 很平坦的地方 然後仰臥的方式 不要是一些容易 讓他翻來翻去的 這一些材質的東西喔 因為一旦他 一不小心他翻過程趴著 悶到了自己的呼吸道 完全都沒有辦法去 掌握他的狀態喔 來 陳慧全 看你手氣有沒有這麼好 命運獎金是我 到了第二關 第二關之後 就變得不一樣 最少就兩千 最多有兩萬 有佳麟 不能提示 請選擇 恭喜一萬元 謝謝 厲害 佳麟娟看到沒有 兩題兩萬 真的 不要這樣 楊建什看到沒有 兩題兩萬 再數點 繼續加油 來 解豬下一題 清爽的小黃瓜很消暑 若想讓小黃瓜的脆度 可以保留更久 可以先怎麼切 再放入保鮮袋冷凍呢 A 重切 B 橫切 我的答案是 橫切 B 入味 入味 或釋放水分 因為纖維 因為纖維變短了 OK 它容易釋放東西出來 OK 所以要保持它的水分 重切才不會跑 好 你有在看行男大廚廚嗎 什麼 行男大廚廚 有 有 我還這麼慘 抱歉 這麼慘 你跟他在你那邊工作室上班 也要讓他看電視吧 對啊 對不起 電視也要省啊 看一下 好 好 好 來 接一下 來 接一下 小黃瓜呢 它的最佳保溫的溫度 是在六到十度 所以如果你買回來 沒有馬上要吃的話 就要冷凍 可是在冷凍之前呢 有一個步驟一定要做 否則它非常容易會發霉 甚至會發黑 就是你要去除裡頭的水分 所以不要直接冰 是先切洗之後呢 除了要把它擦乾 你也可以用一些鹽巴 在外面有這樣子搓揉 也可以讓它裡頭的水分 更加地出來 讓它更加保持乾燥 然後通常我們切小黃瓜 都是橫切的 會讓它變圓圓的那個面 可是你要保存它 你反而應該要種切 把裡頭的籽 就是比較軟的一些地方 都先把它去除掉 減少它的水分 再拿去冷凍 它可以保餐更長的時間 下一個 柴薇姐 好 乾杯 請主題 家事專家建議 每兩個月要清潔一次洗衣機 請問哪一種洗衣機 應該避免使用小蘇打粉清洗呢 A 直立式的洗衣機 B 滾筒式的洗衣機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為什麼 完全是用猜的 我毫無頭緒 請介紹 好 這是洗衣機 如果你沒有定期一兩個月 就清洗一次的話 非常容易會藏污納垢 那如果是直立式的洗衣機 你可以用小蘇打粉泡發 或者是用漂白水在裡頭 來做清洗 然後你就可以先把它洗濕 倒進去之後 用一般的這個清洗的流程 但是去掉了這個 脫水跟烘乾的步驟 然後再讓它裡頭 可以靜置十二個小時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裡面的 髒污都把它帶出來 之後再用完全的清水 再洗一次這個洗成 就可以讓它變乾淨了 但是切記 這些都就是只適合直立式的 因為倘若它是滾筒式的 那它的這個樣子 就會比較容易造成 這些小蘇打粉沉積 在它的這個溝槽裡頭 所以就比較不適當了 來 黃少庫準備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我從來就沒有讓我師父丟臉過 漂亮 我就想說你會不會按到大獎 果然不會 兩千元 太好 開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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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一分零七秒 至少有四題 好 切影助下禮 新冠病毒BA5在國外大流行 英國研究發現 除了喉嚨痛之外 最常會出現什麼症狀 A 頭痛 B 流鼻涕 我的答案是 A 頭痛 這也是猜的嗎 對 對 最起碼妳的運氣還滿好的 希望可以猜 對 好 請揭曉 好 現在的新冠病毒 基本上是越來越多變種 那這個BA5會造成大流行 就是因為它有免疫逃脫的特性 所以也更容易大量的傳播 那這當中最明顯的一個症狀 當然就是喉嚨痛 不過第二讓大家覺得 也很容易會出現的就是會頭痛 然後咳嗽無痰或有痰的症狀 都有可能 當然還有包括打噴嚏 流鼻涕 聲音沙啞 也都是基本 很容易在確診之後 都會有的症狀 命運獎金數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剛剛你是兩千 兩萬元 準備 解除 下一題 每個人就發現 請問敞篷車駕駛 在開篷的情況之下 超過88公里 就會對什麼造成症狀呢 A 視力 B 聽力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敞篷車的情況 不頂快啊 不頂快 但我猜A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風速 會造成眼睛不舒服 所以會隱藏視力 敞篷歸敞篷 那個風速 它其實還有 大家有擋風玻璃你知道嗎 對耶 因為西風車 前面 前面 對耶 請介紹 加持長風車的時候 應該都會發現 當你的時速越快 聽到這個呼嘯而過的風聲 跟噪音也就會越大 所以當你的時速呢 已經超過88公里 一小時的話呢 其實就很容易 噪音值也是達到88左右 如果呢 你很長這樣子 長途車程 一直不斷地 接受這樣的一個噪音 對於聽覺上面的損傷 是一定會有的 而且在短期上 是沒有辦法發覺 很可能都已經造成損害 你才會發現 三十七秒 達地圈 來到了江明娟身上了 準備 接引出題 喉嚨不同的病症 要看不同的科別喔 如果是喉嚨有痰 口乾舌燥的話 該看哪一科呢 A 腸胃科 B 加一科 B B 鎖定 不是 就想不到它跟腸胃科 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而且我們通常 所有的疾病 都會先從加一科開始 它才會介紹你到 該去哪一科 好像都是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嗎 來 接著 就這麼簡單嗎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你的題目都這麼簡單 我 沒有 好怪喔 對啊 怪喔 製作人跟妳是親戚嗎 就是還怎麼樣 來喔 命運獎金數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邏輯非常正確 結局 非常驚人 好厲害 好厲害 天啊 最後一題了 好 請助理 美國研究顯示 請問幼兒園孩童 在夜間有哪一種睡眠習慣 有助於學習和增進人際關係 A不換姿勢到天亮 B睡超過十個小時 三秒 B B說你 不換姿勢到天亮 這睡得也太安詳了 不合理對不對 我覺得睡飽精神好 腦子長得好 邏輯清晰 人際關係就好 對 一連串的 請介紹 真的 太厲害了 小朋友呢 睡眠充足非常的重要 美國的這個研究就告訴大家 其實呢 孩子啊 在晚上的睡眠時間呢 最好持續超過十個小時 而且一天當中 包含了加班午覺的時間 最好也要十到十三個小時 當他們的睡眠品質好 而且充足的情況之下呢 在學習能力啊 認知能力啊 記憶力啊 以及人際關係 情感的層面呢 都是會表現較佳的 命運獎金數 兩千到兩萬 這次無法提示 請選擇 還嬌咧 四千元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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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個獎金 江明娟和楊建實 五萬兩千一百元 陳偉賢跟劉文翰 這個組合 兩萬元 彩薇和邵王邵 黃少甫 兩萬兩千元 要不換人 換嗎 換嗎 不換 換 來 有兩組換喔 達地拳還在楊建實身上 一分鐘大概也就四題了 最後一分鐘 請出題 請問傳統的米製麵條 在馬來西亞有什麼名稱 A 老鼠粉 B 蝸牛粉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妳後來靈改讓妳選老鼠的原因是 也是純猜測 請問以前知道嗎 我知道啊 是老鼠粉嗎 老鼠粉啊 為什麼叫老鼠粉 因為尾巴 尾巴 尾巴像老鼠 老鼠的尾巴 對 原來是這樣的 都知道 因為妳是馬來西亞來的 對 阿巴卡巴 阿巴卡巴 請介紹 OK 好 我們現在知道的米製麵 它是集合於廣東一帶喔 那它呢 一開始會被叫做老鼠粉 原因呢 就是他們是用麵團 經過了這個篩子篩出來的 所以它的頭尾兩端呢 都是尖尖的 所以這尖尖的樣子呢 形似老鼠 因而得名 但是呢 叫老鼠粉實在是有點不雅喔 所以後來呢 也稱之為銀針粉 那到了台灣呢 這個客家人會稱之為反 那如果在這個台語當中呢 其實講的是米篩木啦 因為它是用篩子做的嘛 就是把它篩出來的樣子嘛 所以呢 在這個台語的發音 才會變成V台吧 命運獎金數不一樣囉 以兩千到兩萬 之外有歸零 我看你命齊有多好 請選擇 兩萬元 你今天真的太厲害了 今天真的太麻煩了 你今天太幸運了 好厲害喔 爛氣耶 準備 下一題 請問國外會用Dog like cats 狗一樣的貓 來形容哪一種品種的貓 A 英國短毛毛 B 布偶貓 Dog like cats 答案是A 索尼 這樣你們覺得她答對了嗎 我覺得是B 什麼是布偶貓 就是長得小小的 然後很像你玩布偶那種 就是我們的布偶娃娃的樣子 很可愛小小的 對 柔毛娃娃 像狗一樣 當然不像 小小狗一樣 她怎麼會像狗 那這樣子就是A啦 照她這樣講的話 因為我沒有羊毛我們知道 對啊 請揭曉 真的是布偶貓 你反而猜布偶貓 對啊 對 對 這個Dog like cats 牠其實就是布偶貓 那牠是一種的 一九六零年代 從美國被開發出來的 一種新的品種的貓 那這種貓它的毛非常的長 而且很柔軟 然後你要常常去梳理牠 也不會糾結在一起 但是牠非常的親人 所以你可以把它抱在身上的 去這個撫摸牠的毛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特徵 所以才被稱之為 是很像狗一樣的貓 也被叫做布偶貓 陳薇決定的 二十九秒 有兩題喔 請 助理 請問 還有十六秒 漂亮 可以 對 猜的嗎 還是 沒有 我在看的時候 不是 就 海豚 聲音嗎 是那個嗎 是那個嗎 他 巨猛龍在溝通的 巨猛龍在溝通的 對 對啊 那個 那樣子吧 陸龜 那個啊 對啊 是哪個 所以陸龜交配 是什麼聲音喔 陸龜交配 我下次碰到 把你問一下好不好 下次碰到陸龜本人 我把你問一下 你消費什麼聲音 海豚高潮又是什麼聲音 這 那個 海豚高潮什麼聲音 對啊 就感覺平 平率比較高 比較高亢 對 海豚鷹嘛 那溝通應該是在 很激動的狀態啦 我覺得 所以 所以 來介紹 阿滋 阿滋 OK 好 喂 1993年呢 上映的這一版的 俱樂器公園喔 當時候呢 在奧斯卡獲得了最佳的聲音 跟音效獎喔 那當然呢 你要做出這些音效 其實要取材自很多 生活當中的創意 跟小巧思 像是呢 他們迅猛龍交談的聲音啊 即使呢 是用之於這個陸龜交配時候的聲音 那海豚高潮呢 的確也有用上 它用的地方呢 但是暴龍它 生吞了人之後 發出了滿意的聲音 用的呢 就是海豚高潮聲 出題落到彩薇身上 有機會 有機會 好 加油 最後一題 來 請出題 波蘭科學研究院日前將 貓歸類為外來入侵的物種 引發反彈 請問原因是什麼 A 貓會傷害其他的動物 B 貓的繁殖力太強 答案是B 說定 因為我是 我是不覺得牠們會傷害其他動物啦 但是牠的繁殖力強是因為 很多就是路邊的流浪貓啊 是真的 所以 我是猜測這個 貓的繁殖力是不是太強了 請你介紹 他講入侵 好 或者是波蘭牠們會認為呢 貓會傷害他們原有的物種 你知道嗎 其實貓有時候 我們剛剛前面有說 牠是比較狩獵型的動物嘛 所以牠其實啊 會去傷害鳥類啊 或其他的一些小動物 因為牠畢竟屬於雜食性的 所以因此喔 在波蘭牠們做過一個統計喔 貓呢 每年會殺死1.4億隻的小鳥 這個數據也相當驚人吧 好多喔 牠們的小鳥也飛得太慢了吧 也飛得太低了吧 所以波蘭那邊是沒有漏鳥蝦的 他還出笑話對不對 我聽不懂 送給這對姐妹什麼禮物啊 要送給你們的是 Kathleen智慧養貓組 附加貓皇尊榮落沙 以及空氣清淨機 還有智慧除臭跟殺菌的功能 貓殺機一鍵就可以換殺 智慧監測多貓識別 專屬的健康報告 台灣原廠永續服務 可以守護您的愛貓 而另外一個禮物呢 是目顏流頂級SPA雙人形 黃肌舒淨機 非盡奇蹟的頂級SPA體驗 舒放身心靈 讓你的肌膚細緻滑順 深層鬆放的溫暖手觸 可以卸除都會繁忙的生活壓力喔 送給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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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好好的運用你的智慧 掌握機會 創造自己獨一無二的命運 走一段中文文件九點 準時鎖定 全民行動略 拜拜 拜 拜 加油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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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行動略 模範身 招募中加入會員 很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 一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行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